今天我们讲反背劈锤 反背劈锤在拳谱当中是这样描述的 引进落空敌难防 曲肘滚打面孔伤 动作非常的简约 并不复杂 但是我们在练习之前一定要注意 这段话它里面有两个双关语 练习之前咱们一定要明白它是什么意思 咱们先说引进落空 引进落空指的就是我们在与对方接触的时候战术的应用 然后第一个双关语出现了敌难防 它既是一个结果 也是形容对方真的很难防御这个状态 它也是一个形容词 然后我们继续往下曲肘滚打 这个说的就是具体的应用方式 那么重点来了下面的面孔伤 面孔伤当中的面孔两个字 指的不仅仅是我们的面部 它换一个角度来说 我们把孔理解成一个点 点线面的点 那它们之间的关系就非常明了了 你是要击打一个面 还是要击打一个点 现在咱们就来说说 在不使用八卦月的情况下 反背劈锤是怎么用的 现在我们再来讲一讲 在不使用八卦月的时候 反背劈锤是怎么用的 当我跟对方相接触的时候 引进落空我们已经讲了很多次了 这里就不再详细去解说了 现在直接破开对方的防御结构 去攻击对方 让对方对我的攻击做出反应 那么我们现在之间产生了一个接触点 下一步 曲肘滚打 就是建立在这个接触点上 招式产生的变化 现在这个状态呢 我有两个选择 可以选择打对方的点 也可以选择打对方的面 那么我们 我们情况下应该怎样选择呢 我们先说第一种 对方的意识 被我调动到上边来了 现在呢 对方做出防御反应了 那么现在对方的意识都在上 我就去攻击对方的下面 对方的面 然后还有一种情况 我在攻击的时候 我把对方的意识 调动到面上了 那么现在对方也做出反应了 我就不要跟这个面去较劲了 现在我是攻击不了对方的 我破不了对方的防御结构 那么我就换一个方式 换一个方向 曲肘滚打 放弃面 直接去攻击对方的点 给对方造成伤害 这个呢 就是反被劈垂的应用方式 现在呢 我们就来讲一讲 在使用八卦月的情况下 反被劈垂是怎么用的 大家先看一下 因为拿着兵器了 所以我的动作呢 就要相应的调整要变大 比如当我跟对方将接触的时候 对方攻击过来 我的月和对方的刀 接触的这一个刹那 就形成了一个接触的点 现在呢 我要去攻击对方 由于我的前手月是反手 后手月是正手 这个时候呢 我想去攻击对方 我前手月直接是起不来的 那么我就需要 通过滚动手肘 同时呢 用后手月制住对方的武器 不要让对方的武器呢 攻击到我 以肘为肘 做一个滚动 去攻击对方的面 这是其中一种应用方式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下 我与对方接触了 对方势大深沉 做出了一个硬直的反应 那么对方这个时候啊 会逃跑 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从近端 还要去攻击对方远端的面 这个时候啊 我的速度是非常慢的 而且是非常危险的 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放弃远端的攻击 用小的关节 去替换大的关节 处理对方近处的面 然后给对方造成伤害 这个呢 就是在使用八卦月的情况下 反对劈锤的应用方式 不管我们是否使用八卦月 我们一定要处理好 点和面的关系 那么我们是处理点 还是处理面 一定要根据对方的反应 随机应变 这个呢 既是反被劈锤的特点 也是八卦掌的特点 我们下期再见